最近买了基金的朋友是不是都特别焦虑 最近可能在上海要给孩子买学区房的就更焦虑了 是吧 那位朋友别走啊 后面会说些别的 后面朋友已经焦虑地想要走了 我前几天跟朋友说 我要讲克服焦虑的障碍 这么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他说你能克服焦虑 那我能拯救不开心 我说那你最近基金怎么样 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 特别是在2020到2021这么一个多世之秋 又是大变革的时代 非常冲击我们的一个感受 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 在咨询室里 也是我的来访者最常提到的一类情感心理困惑 其实让我想要聚焦焦虑这样一个话题 是前一段时间的经历 我坐地铁去一个特别不熟的地方 中间需要换乘 换乘的时候呢 看到周围的人突然跑了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那一刻好像抽离了自己的意志 自己已经不是在控制我的脚了 跟着他们就跑了起来 结果坐上了相反方向的地铁 然后离我的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 这么一个经历 我猛然回想起来 发现特别像我的很多来访 在我的咨询室里提到的这样一些感受 我想大家一定听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论断 我的来访也经常提到这样的一些评价 只有财富的多寡才能反映个人的能力 你没有钱就不要谈什么能力呀 才华呀 个人的生活品质呀等等 你只有受成一道闪电 你才能够受到别人的欢迎 受到喜爱 你才是有自制力 如果过了生育年龄 你就永远地被婚恋市场淘汰了 不结婚 你这辈子就完了 我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 特别是咱们今天现场的 包括在直播的朋友 可能也一定听过这样的一些论断 感同身受啊 跟很多我的来访者一样 大家最初听到这样一些说法的时候 不以为意 我们不会往心里去 可是听久了 周围的人 社交媒体上 大家天天都在讨论 不知不觉地就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我是不是做错了 想错了 就像那个在地铁站里 跟着别人开始跑起来的我一样 我还在责怪自己 是不是跑慢了 跑晚了 我赶紧地跟上去吧 整个这个过程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我们被另外一套逻辑 评价体系开始强势影响的这么一个过程 很多人会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本来是不信的呀 而且这个过程不止于被这个评价体系影响 还会影响得我们产生自我否定 自我怀疑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反思了一下 让我想起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热议的一个词 POA POA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 成为了一个情感操纵的代名词 我在临床工作中提到这个词 或想到这个词 最常见的一个情境 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支持亲密关系暴力中的受害者 或者是幸存者 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临床兴趣 也是我的热情所在 我们常听这样一个说法 打一杆子给一个填枣 在亲密关系的暴力行为中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这么一套用一个讲诚机制 开始做行为塑造的部分 当我们的受害者 去按自己的想法穿衣打扮 跟朋友交往 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受到施暴者无情的 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 也许是情感上的 身体上的 经济方面的 甚至性上的 而这种要被惩罚的恐惧 促使着我们的受害者 一开始尝试性地 后来不断地去按照 施暴者的这么一个想法 评价体系 去塑造他的生活 去远离他自己的朋友 家人 去推辞掉那些 本来很棒的机会 去拒绝掉那些 所谓的不适合的工作的时候 他就渐渐地被这样一套 强势的对方的评价体系 所POA了 等于说 我如果按照他的想法 我就能吃到填枣 如果我不按他的想法 我就会被打杆子 那么渐渐地就会形成 不仅我认同对方的评价体系 我还开始自我贬低 自我怀疑 而恰恰让我寒毛直立的是 在与很多年轻的职场人 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 他们提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相似的过程 当他们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持合理合法合规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被那些职场施暴者 所惩罚 各种各样的方式 言语地辱骂 权力地剥夺等等 而跟家暴的受害者相比 更惨的一点是 他们很多更没有甜枣吃 他们得不到什么奖励 小礼物 甜言蜜语 去强化那些 所谓对方认同的好的行为 那我们可能就会问说 肝子我打了 可是甜枣我没得吃 那我干嘛要去接受 对方的评价体系呢 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 就是这种 我马上要被打杆子 我马上要被惩罚的恐惧 促使他们不得不 预防性地 按照对方的想法 来塑造自己的行为和生活 这种恐惧感是非常可怕的 我的博士论文 探讨了在人群中的少数派 如何减少社交焦虑 比如说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如何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去缓解这样的社交不自信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能对缓解社交中的焦虑 非常的有帮助 这个名字 它这个概念的名字叫 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 我们要翻译一下 就是文化倾向性 或者是文化认同 大家想一想 我们生活中 也一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少数派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面对我们自己本来的想法 和评价体系 与这个新的环境 非常格格不入 有很多不同的点 比如说我是北方人 从北方搬到南方 从南方搬到北方 从这个国内搬到海外 从乡村搬到城市 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就会面临两种 不同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 巨大的冲击 比较理想的状况 能够缓解社交不自信的理想状况 是像这边所示的 我们找到这两个评价体系中 重合的部分 这个绿色的部分 有没有可以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方式呢 但这只是理想 现实的很多状况 我们遭受到这个不同的冲击 立即感到那个格格不入 给我们的恐慌 我们就会在这两种体系里 做一个取舍 要么我们是坚守自己的想法 拒绝一切新的事物 要么我们就会不加判断地 全盘接受一套新的评价体系 而且就像刚才所描述的 不止于此 我们还会进而地开始否定自己 怀疑自己 讨厌与自己评价体系 原来的那个熟悉的环境和文化 非常相似的一个过程 我们回去看职场人 所面临的这个状况 我们作为新人 没有话语权的人 在这样一个新环境 面对自己的想法 和对方的评价体系 有冲突的时候 这个格格不入的恐慌感 就马上促使我们 在这两个体系里做取舍 就会认为 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是错的 他是好的 我是那个烈的 逐渐地也会觉得 不光我的想法是烈的 我整个人也是烈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弱势的评价体系 被对方一个强势的评价体系 所POA了 这样听起来 你可能会想说 好 如果你说焦虑 是因为强弱势的评价体系 在冲击之后 我们去不加判断的 全盘的接受这样一个 对方的强势的 新的评价体系 那我不接受不就可以了吗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那个格格不入的恐慌感 是有多么可怕 除了亲密关系的暴力 另一个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临床领域是进食障碍 而且最近在社交媒体上 大家也发现 身材焦虑 容貌焦虑 特别常被提起 对吧 我记得这两天上了好几次热搜 咱们今天现场也有很多的女性朋友 可能对这种 我对自己的长相身材 不舒服 不自信的感觉 时常冲击着我们 我有这么一个来访者 是一个年轻女性 非常不幸 她在青少年时期 也就是中学的时候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校园暴力 被很多人社交孤立 然后呢 在大学的时候 有过一段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亲密关系 同时家里也非常的不支持她 那她的前男友就借此 给她不断地洗脑说 你看没有人喜欢你 只有我能接受你 所以你应该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变成我想要你成为的样子 比如我觉得女孩子瘦瘦弱弱的多可爱啊 你得为了我去减肥 这个女孩肯定一开始 也是半信半疑的 可是这种 除了她没有人喜欢我的恐慌 实在太可怕了 于是她在这种格格不入的焦虑感 的作祟之下 不断地开始减肥 结实 催吐 久而久之 造成了很多 一系列非常严重的身心后果 精神恍惚 腮线肿大 脱发 皮肤非常的干燥 以至于骨质疏松 停筋等等 非常可怜 我们看看这一整个过程 我们就会发现 在那个不被接受格格不入的焦虑之下 我们可能会做出很多 饮症止渴的行为 就像这幅图上所画的一样 你在快要溺水的时候 紧紧地抓住一个浮沫 那个浮沫当时真的能救你的命 这个浮沫也许就是全盘的 不加判断地接受对方的评价体系 可是当水浅了 你慢慢地上岸了 还拖着这颗浮沫走 你就会发现 它不止不能救你的命 而且它会让你觉得好累 好痛苦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就渐渐地变成了焦虑的奴隶 所以如果我们回去想一想 刚才那很多的论端 财富事业 婚恋 生育 外形体貌 我们每天好像都被各种各样的 周围人贩卖的焦虑所冲击着 久而久之 就很容易被这种焦虑所影响 在那个格格不入的恐慌之下 开始接受别人眼中的自己 试图达到对方所认为的 我应该达到的样子 特别是我们作为少数派 没有话语权的人 这种恐慌感就会更加地强烈 如果焦虑的本质 在于没有达到别人评价里的好 我们又怎么样去克服它呢 这个对于焦虑这么一个 可能人群中40%的人 都有的一个困扰 说这句话就像是 我有那个灭霸的手套 打个响指 就能让大家的焦虑都消失了 转发这个TEDx Talk 你的焦虑明天就没有了 是吧 不可能的 在我看来 这个关键可能在于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 不要再跟自己说 不要焦虑了 第二是 我们把那个精力转到 去提问 去思考 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 我们大脑有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大家可能听到过这个例子 我们听不了步子 谁都不可以想一个大白熊 大家不要想一个大白熊 是不是脑子里就有一个大白熊 对 这是我们大脑很正常的工作的方式 所以你越跟自己说 不要焦虑了 你那个焦虑感就越强 我常常跟来访说 我们去跟自己说 不要焦虑的第一步 就是先认识到 这个焦虑恐慌感 真的是很可怕的 在这种可怕的 格格不入 不被接受的状态之下 我们很容易 去做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 那不如我们把 这种强烈的精力 这种想要找到出口的方式 化作出 一个好奇心 一种探索精神 去转移到探索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两种强弱势的评价体系 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找到 那个自己认同的点 比如像自己问这三个问题 今天大家会听到 很多很多的观点 大家生活中 也一定不断地会听到 很多的新想法 甚至很多时候 很多人把这种 把他们自己的想法 试图强加到你身上 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 我给大家列出的 这三个问题 一 是谁在表达观点 二 这个观点 或者是这个表达观点的人 默认了什么假设 如果 我也去默认这样一个假设 我能得到的好的结果 和不好的结果 分别是什么 而得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前面讲到身材焦虑 我刚才看到很多现场的朋友 有点头 就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吧 我常常鼓励有这样的困扰的来访 也用这么三个问题去检视一下 他生活中听到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比如说 第一个 是谁在表达观点 是不是我们的家里人 跟我们说你瘦一点在婚恋市场就会受欢迎 是不是我们的小姐妹跟我们说 你瘦一点 别人觉得你有自制力 你在职场上也好混的 是不是网红带货主播跟我们说 你只有视减肥为一生的事业 你才能怎么样不断地去购买他们的产品 第二个问题 这个观点或者表达观点的这个人 带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假设 大家想一想 这其中的假设是不是 只有瘦 只有瘦成一道闪电 才能会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些 爱情 感情 事业 成就 肯定 甚至是安全感 可是真的吗 可是真的吗 第三个问题 如果我们默认前面的假设 我能得到的结果分别是什么 得到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这个例子上 我可以告诉大家 统计数字告诉我们 95%的减肥者 在之后的一到五年 都会把他们减缺的体重加回来 甚至会长更多 而如果你掐脚是那5% 你可能很不幸地把自己拉入了 近视障碍这么一个深渊 这个要求你瘦成一道闪电的人 他忽略了你除了身材外貌之外的 一切的特质 其实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展开来想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 那就希望大家带着这个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继续地去探索 到底答案是什么 假设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不断地收集更多的信息 而且有的时候 不只是从外界收集信息 我也非常希望大家稍微停下来 听一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你心里有没有那个一闪而过的 告诉你说 我好像觉得这个对 有没有那种你在收音机两个频道之间调频 突然中间传出一首熟悉的歌 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 也许中间那个频道就是你心里的声音 如果我们去相信焦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邪恶的力量 那我也希望大家去相信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正面的超级力量 前面我们 我一直不断地重复 强势弱势这么两个词 但是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 我们自己的声音真的是弱势吗 也许不一定 如果你给他更多的关注 把你更多的精力放在他身上 提高他的声音 也许他会变成一个强势的评价体系 来影响你 影响周围的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不做反射他人的镜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